各位好家庭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教育不一样节目 本节目每周六上午8点在好家庭联播网 台中古典音乐台FN97.7 台北Bravo FN91.3联合播出 还有Podcast上也可以听到哦 我是蓝维莹 今天要进行的是高中不一样的单元 要跟大家聊聊多元展能在高中的实践 节目中邀请到的是 国立台东高中蔡美瑶校长 美瑶校长早安 早安 韦瑶 在我们的印象中高中是生涯中 首次透过大型考试后的分流教育 然而在许多的地区只有极少数的学校 因此学生的多样性就会相较于市区学校更大 我想台东高中就是这样的一所高中 那当学生的多样性大的时候 学校的挑战就更大了 不只在课程教学上要考虑到差异化 也因为学生的兴趣跟特质不一样 学校就要提供更多的试探的课程跟活动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可以从台东高中的经验中 对于这样的学校的经营有更多的认识 那当然从这个我刚刚一开始谈的这个部分 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要先问美瑶校长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台东高中学生的分布跟特性呢 好的 谢谢维莹 其实以东中来讲的话 真的是呈现一种全国常谋的样子 也就是说它5C到5A通通都有 而且我们毕竟也是一个综合高中 再加上还有体育班 还有圆明艺能班 所以呢我的学校大约是900多位 但是呢其实呢我的分布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呢差异性很大 这个就是以台东高中来讲的基本的样态 那刚刚像讲到的有很多的特殊班 可以跟我们再说清楚一点吗 比如学校里头的特殊班别有哪一些 好 我们的体育班它是走普高的一个课程系统 所以呢里面有四个项目 包含举重 游泳 篮球 以及现在即将要转型的角力 这个是一进来之后 他们就必须要选择专项 那另外圆明艺能班呢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学校有四分之一都是原住民生 因此呢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圆明艺能班 事实上是以文化的底蕴为基础 因此呢在课程设计当中 老师基本上会去以文化踏查 丰厚他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底子 然后再加上一些 整个三年有至少六个学分的 足语的课程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毕业前 都能够考到他们自己的 母语的足语认证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乐舞 每一年的都会有一个 全国性的一个乐舞的比赛 希望呢他们把这个 以文化为底蕴为基底 然后呢成为他们自己的一个 乐舞的一个创作 进而有一个竞赛展能 让他们有机会去 try一下他们自己的这些学到的功夫 所以我们的特殊班级就是体育班 跟圆明艺能班 那其余呢就是中高班 有八个班级 那原则上就是以社会 就学术学程为主 所以有社会主跟那个自然主 大概分别是这样子 嗯 所以像讲的是 它不只分布很多 学校里头的样态其实也很复杂 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区域里头可能学校数比较少 可是他又要肩负 大概对于各种学生的学习的 一个需求的满足 那聊到学校以前啊 大家当然就会好奇啊 在台东高中当校长 是不是台东人 因为其实我也跟台东的老师们聊过 他也说 早期其实校长好像都是台东的当地人 慢慢开始就会有一些外地的 就像里岛的校长 很多都是认识的朋友 就突然飞到里岛去 可能待了四年八年 那我知道校长本来是在台中的文化高中任教 其实时间是很长的 那你自己的观察呢 因为其实到台东 就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它整个样态是非常不一样 那你怎么去看 你在台东看到的孩子 跟西部的孩子的一统 那教育环境呢 有没有什么 一样跟不一样的地方呢 最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台东的孩子 非常愿意接受老师或是校长的肯定或鼓励 我在西部其实执教这么的久 有时候呢 因为在西部的孩子 因为他们可能家长设计背景啊 以及整个社会的资源 然后刺激性很多 所以有时候老师并不是他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资讯或鼓励的一个管道 因此对于西部的孩子来讲的话 好像我们的鼓励只是他们的项目之一 但是我觉得在东部 尤其是台东 校长只是送个小饼干 他们就整个好开心 校长我可以跟你拍一张照片吗 然后我要放在Instagram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然后呢 你会发现说老师校长的鼓励 或者是给他的任务 其实呢 他会很愿意接起来 并且呢把它当作是给自己的一个加冕 或者是一个基石 我截至目前为止 我现在第五年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到的 东中孩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他们很单纯 他们很淳朴 他们很愿意接受 老师跟校长的一个鼓励跟挑战 嗯 那教育环境呢 基本上其实在台东来讲的话 我们因为是一个狭长型的一个地域性嘛 所以我的孩子来自于 北可以北到海端 南可以到大五啦 等等 所以呢我们的分布很很广 那因此呢 其实孩子们 有的是市区的孩子 有的是像南北这样子 部落来的孩子也很多 因此这个环境给孩子们 谈不上优劣 但是意志化很多 来自部落的孩子 或是爸爸妈妈的工作的环境 他们很多 我看到了也许有隔代教养的情形啦 也有很多都是军工教的孩子的宝贝们 所以他的那个 家长给他们的一些培育会很差一万很大 因此学校对于孩子的一个养成 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刚刚校长讲的这些啊 因为我自己也在台东 这叫生根四年 校长去台东的 跟我们一起生根 对对我们起点是一样的 虽然我比较早去台东 但是真的长期在台东协助 就是跟校长一起 那刚刚校长讲的也是真的 我有听过一个主任跟我聊说 他儿子呢 有一天回家跟他说 校长送他一个红茶包 他开心到不行 就觉得家长们都很肯定 是因为觉得校长很愿意跟孩子亲近 也很愿意看到孩子小小的优点好了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孩子们会珍惜 是因为我的这件事有很不一样吗 因为被校长特别指出来 那有时候我们在西部 真的会有一些孩子 就像刚刚校长讲的 他有太多可以关心他的人 因为他太习惯被很多人关注 所以他就会觉得 然后呢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 即便在西部 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孩子 相对可能被关注少的 你稍微关心他 其实他也是这么开心的 那就像刚刚校长讲 其实孩子们从北到南 即便是在同一个台东 其实真的在台东待过就知道 市区其实在往外 在郊区 在更远的 就是所谓的偏乡 那个差异其实就已经很大了 就是一个台东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台东市里头 那个铁花村那边有个散步的旧铁道 我们都戏称他叫18%的那个步道 就真的很多军工教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 晚上都会在那里散步 原始的名称叫山海步道 山海步道 因为怕各位上网找18%步道 会找不到那一条路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挑战 就是其实有这么大的差异性 我觉得不止孩子进来的学历 从5A到5C都有 光孩子的家庭支持 其实都差非常的多 所以有些孩子可能到西部才会自卑 可是台东孩子可能就在东中里 他就会觉得 我怎么差人家一截 其实就有可能出现 所以像到了台东以后 你自己觉得对你来讲 其实有时候就这样讲 偏乡的限制 有的时候就刚好是他的弹性 那您自己在台东发现 你在推动教育上 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那当然他可能相对于西部来说 在推动教育上有什么优势或弹性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对原民的认识 因为我有四分之一都是原住民的孩子 因此他们对于这种差异 他们是没有自觉 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于部落 那对于我们自己老师 或者是行政人员来讲的话 这个差异性你必须要去看到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孩子们的程度 他的落差也很大 因此他的挑战除了在课程的设计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要对孩子们 怎么样去侧面的了解 跟知道他的需要 一直也就是东中老师们最大的挑战 所以回应这些差异化 我们大概会有几个面向会去做 那这些可能都没有像平常你看到那种媒体啊 可以去说或者是做什么广告 没有他就会在东中如直如实的去做关心 那我在想啦 每个学校在辅导是这种所谓的 差异化的这种关心非常多 我们叫认辅制 那我们的认辅制呢 事实上也许每个学校都有 但是我观察到我们做得很细腻 比如这个是一个特殊孩子 他一定是在这个班级有任教老师 尽量利用他除了上课之外 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并且呢在课余的时间给予他一些支持 所以呢这个会是一个最前端 协助这些差异化 或是设定背景 或是家庭的支持 不一样有落差的孩子 给他必要的一个关心 所以这个是心理的支持啦 那另外是课业上面的 如果因为我以前是来自于文化 我觉得差异化最大的挑战是 我们一定会配个老师 就是差异化的班别都有 那因为我们的差异化很大 因此老师如果你是去照顾他 可能课业相对不是这么好的孩子 你可能要多一点点心理上的支持 那另外呢课业很好的 像我也有数理班 老师们就必要在备课上面 给他做科展的支持等等 所以对老师来讲 他挑战也很大 他有他的优势跟弹性 同时他也必须要扩大自己的一个服务的对象 我觉得他是 我在这里面对到了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另外呢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因为个性的关系 我还算是活泼开朗 而且我的资源也算是多 所以我可以把我这方面的优点 资源都带进来 我像你讲的真的还蛮真切 有些其实在西部大部分的高中 尤其是如果那个区域的高中多 其实学生会被切分得很细 所以其实我常常跟很多老师说 你现在是很擅长教你们学校的 这种属性的孩子 你换到别的学校 你可能就不见得那么吃得开 所以其实每个学校的老师都很重要 像以前我同学就跟我讲过 我的学生可能学历很低 但是我的学生你还叫不来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那更何况在东中里头 其实比较辛苦的是 天哪老师们可能要从5A的 那有些还要转头 下一节课可能要进到全都 大部分都5C的孩子 所以那个老师们 他的适应跟弹性 其实就非常的大 那当然对校长也是 面对不同的家长 要怎么去应应 不然都会去 其实可能家长属性都很像 背景都很像 因为我们其实都蛮清楚的 确实现在相对资源比较多的孩子 好像在学历上 或者是学习成就上的表现 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 所以其实那个问题跟挑战 其实跟天香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刚刚校长 已经提到了非常多 其实学生的差异 可是一个学校 不可能所有的课程都不一样 他就变成IEP了 各别化都要克制 所以这群孩子 虽然有一些不同 但我想这个区域的孩子 还是有一些属性上的共同性 那所以如果就这个部分 学校在面对东中的孩子 比较共同性的部分 我们大概都是做了哪一些 课程上的安排 而且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一些呢 我觉得新课纲带给我们一个契机 同时也是个挑战 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老师 都会觉得新课纲 哎呀真是麻烦极了 但是我们这样子 从以前的准备到现在落实 把一个完整的三年走完 我觉得刚才我已经问到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共同的部分 所以我记得我在107年 来到了台东高中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东中 甚至这个布定 就校定必修 事实上也还没有发展得 非常的完全 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11月 自己亲自写了一封信 邀请那个老师 一起来参与这个校定必修的一个社群 那我们在这个社群里面 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 就是我们一起去SWAT分析 我们东中的孩子 如果有校必的话 那他们到底是需要怎么样的能力 也就是共同的能力 那我觉得我们经过了几次的一个讨论 最后的聚焦就是三种能力 他必须要有这个淘金的思考 也就是这个阅读力 他能够从一篇文章里面 能够去找到写文章的人 他的例句 他的证据 论点在哪里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简报力 所以呢 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会教孩子 如何去做简报 从排版的哲学 以及怎么样去做精致化的设计 第三个就是表达力 这三个的基本的能力呢 就是在这门课里面 我们聚焦给孩子的 尤其是表达 因为男生有时候 他的口语表达不见得很好 所以呢 老师们一致认为说 一定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做表达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 在这门课里面共事 希望教给孩子 培养的能力 看起来这些科目 听起来好像西部也有 学校有 但其实我们在决定的时候 更多的是去看到 我们的孩子的需要 而且他还不分 你是哪一 哪一种类型 进来这个学校 每一个孩子在东中 都应该要学到这个 那你自己在看 就刚刚校长特别提的是 校定必修嘛 那校定必修的这些能力 有迁移到他们的 其他的学习上吗 有 我其实有时候 如果看到孩子们的 报告的时候 只要看到这个连结 我其实那种很开心 我们自己做一个教育志工者 你看到自己设计的这门课 他能够有效度的 应用在他的二年级的学习 那种开心有时候 你不用跟别人讲 你喜悦在内心 比如说因为这个 校定必修的学习力 我们是设定在一年级 所以二年级呢 我们会有一些 像自主课程嘛 他最后会有成果的展示 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 在有学简报跟没有学简报 或者是他自己在分享的时候 他会感谢说 哎呀 老师们在一年级 有教我做简报耶 所以我现在要去做这个 自主学习的 present的时候 我的简报可以做得 比以前更好 当然我们相信有些孩子 本来就很会的 当然就不在话下 他可以更精进 有些以前他可能在国中 根本就没有教没有学 他透过这门课 可以练习表达 可以把简报做好 然后他可以知道 怎么样是说话的重点 那这个是我们在一年级 就有教他的 因此他在二年级 不管你要做探究与实作的报告 或者是自主学习的 每一个人都要报告的 这一些成果的展示的时候 他都可以扎扎实实的 运用这三种的基本能力 大家听到的那些内容 我们很清楚的是 他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领域 或任何一个学科 因为他毕竟是以能力为导向的 那当时老师们被校长的信 号召过来好了 还是威胁过来好了 那总之就是有一群老师聚在一起 做出了这样的课程 那因为不是他们的专场吗 所以我好奇的就是 老师们到底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就是在这一路到底 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完成的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 身为一个学校的领导者的话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的 带社群的一些经验 一个就是要先让老师安心 那个安心来自于说 从无到有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一个人 在一开始 校长会去帮你找一些资源 或者是一些师资力量 让让你比较没有那么担心说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 都是靠我自己来处理这些事情 因此呢 我们的学习力 自主学习的社群 或是现在我们要发展的领导力课程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 外部的已经是很实作 很落地的这一些师资群 进到东中来陪老师 而且这个陪都不是只有 单堂的这种演讲式的陪 而是呢 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模组就是 我举例向自主学习 我到了这个学期中 我的外部的资源 就会来社群一次 我问老师 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有问题点的地方 告诉你如何解决 我觉得老师在这个安心 放心的过程当中 他不会觉得我自己 好像被交办的一个任务 必须要独立完成 那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支持 可能老师有感觉到吧 所以我们从学习力到自主学习 这个自主学习老师的这个社群 大家的经验跟经营上面 就更加的成熟了 所以校长刚刚有说 他自己的优势就是 他有很多资源 其实就是有很多好朋友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 我们也会听到有一些人说 比如说 校长不是在地人啊 会不会反而不理解我们 就做了一些奇怪的事 那我其实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 刚想谈了这么多 我们就会知道 其实是先从了解 在地的属性跟特性开始 然后才去想 我过去在西部 接触过的这么多事情 有哪些东西可以带进来 去扩大老师跟学生的可能性 那我想这也就是 可能有些教育工作人员 在不同的区域一直流动 其实相对来说 它也是一个好处 怎么把某些差异 可以借由这些人员的流动 去缩小它的那个差距的部分 那当然刚刚想讲的 好像听起来都很顺利 那我这坏心一点要问一下 就是老师们真的一开始 都很支持这种事情吗 那到底大家在一路上的过程 是怎么参与 有那种大家觉得 一定要吗 为什么不能这样 校长我们要这么做吗 到底这个路 就是那个过程的崎岖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这样 这路可崎岖的呢 真的没有那么顺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也是很多很多的质疑 其实我也收了很多的电话 LINE 然后抱怨 或者是我们已经 都已经那么累了 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吗 可以不要吗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说 一位就是说校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坚定跟那个身心素质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所以说实在话 这些都会是过程当中的 你必须要冷暖自知的 这种苦水 那我觉得在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你要温柔的坚定 然后跟大家讲说 这样怎么样对学生会比较好 当我跟老师们讲说 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为了我们东中的孩子好 他的好 我会让老师先看到 他们会发现 我的孩子其实这样有变好 所以他们会来同意我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老师自己的身心状况 真的不大适合 在此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会勉强他 所以当那个两极化的东西 没有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做这件事情 又是为学生 为学校好的这个目标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有被老师 至少在那个当下 有被接受的话 至少心情会被安抚跟安定 那么这个反抗的力量 就比较不会那么强 我觉得我是用这样的方法 带着一群人不断地往前走 那过程当中 一定是很辛苦的 对确实 因为其实校长 在协助这些老师的过程中 我大概也去过几次 但我自己到最近的感觉就是 其实我觉得做教育工作都这样 所有的人在 比如说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 你当然会去想 可是以前不是这样 我爸妈不是这样 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法 我会不会太创新 或者是走了一条不确定的路 那其实对老师们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教育工作 就是对孩子们嘛 那它毕竟是一个生命 其实有时候你要说 让他轻易去做改变 其实他会很怕 会不会害到孩子们 所以其实老师们的担忧 都很正常 那我自己在最近接触老师们 我就觉得不太一样了 因为老师们自己也发现 就像校长说的 这对学生是好的 所以他们自己会开始主动 做很多事情 我其实昨天才 就接到东中的老师的讯息说 老师你有没有空来 跟我们聊一本书 我说你要干嘛 他就讲了他的目的 那我当我不确定 我每次他只要问我都说 是校长叫你来的吗 不过有时候你发现不是 你就开始知道说 原来这件事从一开始 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压力 往前推 因为就像我讲嘛 在一个地区久了 大家都会觉得 这样很安全啊 这样就好 可是其实稍微往前走 大家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孩子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为孩子做做看 那我想第一段的节目 我们已经大概谈了 看起来比较像在谈 校长怎么从西部到东部 去做闯关 其实不是 我觉得是更让大家理解说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的 偏乡教育 或者台东的教育 其实在校长讲起来 其实也不陌生啊 坦白讲就是西部所有的学校 合在一起的光谱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我们大概就可以对它的背景 有更多的认识 那我想接下来 我就很想问的是 刚刚我们已经聊了 我们对于学生的 共同性的部分 学校在课程上的安排 那当然我们更好奇啦 因为学生的差异到这么多 那对于学生的多样性 学校在课程里头 又做了哪些安排呢 那大概的内容有哪些呢 基本上呢 我们的多元 其实会放在几个主力 一个当然就是多元选修 那另外呢 就会是在一年级 其实会有些职业试探 那这些呢 就会让学生们开始习惯 问自己 我想要选什么 因为要懂得 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 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因为要教孩子去认识自己 而不是只有听外面的声音 我记得我今年在开学典礼 我讲一句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预设的话 我说你们要勇敢的去 活出自己不一样的自己 或者是找到自己 最有特色的自己的 这件事情要练习 所以呢 像多元选修 以及像职业试探 都是要让他 从try error里面 去找到自己 哪一些科目 你本来以为自己是OK的 可是试起来 也许不像你想象中 这么喜欢 我记得有一次 在腋下 我们有一个职业试探 我觉得这门课 也是文银有介绍 跟建议我们去 把它做成立起来的 那后来我们真的是 在东中 也成立了腋下的时候的 职业试探 然后分成九大领域 让孩子们去选 那这个部分 我记得有一个 非常棒的实例 就是有一个孩子 九选二嘛 他第一个九周 去试的是资讯领域 他一试之后 老师 我很确定 我将来不要走资讯系 那你很清楚 哪一个学系你不喜欢 我觉得这也是个试探 那当然进到了高二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多元选修 那我们的多元选修 非常的多 不管是属于自己的学群里面的 小选择 那还有就是跨学群的大选择 所以选的这个 科目别很多啦 那是第二个 第三个真的是 海放给孩子们自己 try 就是自主学习 我觉得在东中的自主学习 你只要设定好 你这十八周 你想要做怎样领域或是主题的自主学习 你都可以 所以那个多元性 我在自主学习的最后的成果 看到东中的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差异面貌 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 所以在东中所看到的这些差异多元弹性 也真的是东部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刚像讲了职业试探 因为那个职业试探 可能不是大家以为的那个什么实用技能班 不是那种东西 对因为刚好也东中它是重高 所以其实重高 它到高二就会遇到一个 它要确认它要走学术学程 还是专门学程 因为有点像高一 它是混在一起 你还没有决定 你要念一般高中还是技术型高中 那其实它刚好也搭配了我们 进到108课纲以后 其实很早就希望孩子们开始去想 哪些学群可能是你喜欢的 那很多家长很急着叫孩子找 他喜欢什么 可是忘了一件事情 就先删掉不要的比较快 真的我们有时候很难 对不对 我进到餐厅要点菜 一个菜单给你了 你要叫他点什么 他很难选择 你跟他说你一定不要吃什么 删掉就相对比较快 所以这时候可能是容易的 所以有时候家长可能或老师们可能要想的是 当我发现这一段路对我没有意义 它本身就是一个意义 对我们很在乎的是 每一分钟可不可以产生有实质结果的东西 可是其实不是 就是成长很多时候 我们是花时间来确认 原来这件事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虽然这段时间 他可能那个当下的学习没有发生意义 可是他至少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义 所以像刚刚特别提了这一块 我想这可能可以给我们其他在做教育工作的人 一个还蛮重要的参考 那当然刚刚像特别提的就是多元选修 因为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多元选修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您自己在看东中开出来的多元选修 对应我们学生的需要上 因为毕竟还是要学生选课嘛 那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讲了 学生其实本身是多样性的 所以在我们多元选修上 你自己看起来 它真的有对应到我们不同孩子的属性吗 那它大概有哪一些的内容 在多元选修 尤其我们的中高里面呢 其实来到了高二 他已经有选了学程了嘛 所以我刚才讲到了一个专精的课程里头 比如说我是社会学成 我们就会帮选了社会学成的这些孩子们 加深加广 那这些都会比较朝向专精课程 那另外呢 就是可以开放大选修的 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社会学成的一个孩子 那我其实对于资讯 或者是对于艺术领域 我也有兴趣 我可能可以去选择美术老师 或者是音乐老师开的跨领域的课程 比如说我们有多媒体艺术啦 或者是有关于设计类啦等等 或是他对音乐很有兴趣 他可能也可以去选择类似这样的一个课程来 让自己可以有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因此呢 其实说在非该学成的那个专精课目之外 我们也有提供这种跨领域的类别 让孩子们去选 所以类别跟科目其实还蛮多的 那尤其像跨领域的部分 我们有透过这个课知识的系统 告诉他们哪一些是属于比较专精的 那哪一些是跨领域的 提供这样子比较属于整个long term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地图的介绍 那孩子们就会比较清楚说 以我的属性 那我如果现在专精的 应该要好好的修哪些 可能有利于我未来的分科测验 或是申请入学 那我如果想要兼顾我自己的兴趣的 我又有哪些课门可以选 那尤其是我也鼓励老师们 在这个选课的阶段 你要对于自己所开的多元选修课 会有一些说课 因此呢 这些说课就会是提供孩子们 一个很重要选课的一个基础 刚刚校长特别提到 其实不是只有开课 我们大概也对孩子的特质跟属性 在课程上做了一些协助 因为其实我曾经看过 东中的辅导室分析的资料 刚刚校长有讲到 任辅制度是对于个别孩子需要给协助 那我觉得东中的辅导室真的还蛮用心 就是可能因为孩子真的太多样化 所以其实他在学生过去到现在为止的 升大学的情况做了一个分析 那也从那个分析头去回馈给老师们说 其实我们从不过去到现在看到了什么 那辅导师其实在这部分很用心的 再去协助跟提供孩子更多的升学可能性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跟我们的课 老师们做一些沟通跟合作 希望能够让老师 其实坦白讲更多的沟通 会让老师们有一个好处是 你等一下开的课都是不想要来上的人上 你自己也很挫折 对怎么样提供更完整的讯息给学校的老师们说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努力来帮助孩子们 可以往更好的方向走 免得你坐在教室里 你不想上这群孩子的课 这群孩子也不想上你的课 那我想那个都是双赢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从校长你自己这样的观察来看 你觉得孩子们对于学校的这些课程安排 他们是喜欢的吗 那你怎么看出来他们是喜欢的 那家长呢 家长们给你哪一些回馈呢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台东 外面走榻嘛 聚个餐等等 那我会觉得说我们老师们努力所开的这些课 其实家长们的回馈跟肯定 有时候会传给我 所以我其实有时候 也很谢谢这些老师们 很用心开了这些多元选修课 我们其实也有跟东女开跨校的选修课程 是在礼拜五的下午 所以我们的孩子可以去选 比如说像康老师的课程啊 他们是有美术班 或是选他们什么爱情学之类的 然后东女的可以来我们这边选相关的 比如说资讯领域的课 像智慧机器人啊 等等 这些就会变成跨校的选修 那我们自己本身在多元选修课 老师们的着力跟用心是很够的 因此呢学生们目前普遍来讲的话 只有在选课上面 对于网路真的是有一点点 OS很多 这也是要努力的 因为他可能选课系统 我怎么样在那个时间差里面 可以选到我想要的课 这一件事情 到了选课的时候 OS最多 倒是没有人跟我反应说 哪一门课怎么样 哪一门课需要更怎么样 所以呢 这就是校长头痛的地方很不一样 大概是这样的回馈 不过他们就等于先模拟大学的样子啦 上大学也是要自己手脚的够快 像我今天在大学开的课 学生就一直说 老师我就选不到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加签 不过高中没有加签这回事啦 那刚刚上提的就是 其实看起来孩子是好评的 我想那个跨校的选修一定爆满 就是不为了课程 就为了漂亮的女生也要冲过去 这个是可以理解 我有专车巴士 对你看还校长送你去懂女 多好 不过我觉得这是对啦 扩大资源的共享 因为其实本来学校数就少了 那每一个学校都要变成全能的学校 我觉得这要求也太高了 那怎么样利用彼此的优势 可以去协助其他的学校 其实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其实刚刚校长还提到一个 叫自主学习 其实我一开始最惊艳的 也想要访问校长 其实也是因为我常听 校长在谈孩子的自主学习 其实有很不一样的部分 校长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两个 你自己觉得 其实你在东中发现 原来我们的孩子这么特别 他们自己在没有老师 可能太多的介入下 他们可以完成一些 让你觉得很亮眼 或很独特的事情呢 我从几个角度啦 我们的孩子 他们对于自主学习 这一块的坚持跟政策 他们是很认可的 就是这个时间是我的 请学校或是老师 应该就要让我们 好好的自主学习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东中怎么样准备 教孩子自主学习这件事情 我们会有前置作业 成立社群 让老师增能 那老师从一开始 觉得自己好像要 跟可能西部老师一样 我可能要去教什么 为课程 我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 走这条路啦 那我们也没有说 在地有很多的大学 一定会有很多的教授 进来做为课程 我们也不走这条路啦 因此我们就是 陪老师怎么样学习 像教练一样 陪孩子自主学习 这是我们的方向 那我先让老师 比较不这么的焦虑之后 还有让老师知道 自主学习的真正的意义 在哪里 尤其是对于台东高中 来讲的话 它的内涵在哪里 就比较容易 协助这门课的完成 因此后端我们看到 学生们所展现出来的 就会是 学生们在这门课里面 真正他自己 设定一个主题之后 所展现出来的 他的展能的部分 那我比较 惊艳的是有一个 就今年的毕业生 有一个孩子 他今年考上台大的生命科学系 他对生物真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你可以碰到 有些孩子对于自己 想要读的科技 是这么确定的 也是会有 那他就是一个 非常确定的小孩 他的能力又很好 又专注 所以你看到 他的自主学习 就是做一个透明语 那他有说 他自己为什么 喜欢做透明语的标本 因为他在台中的科博馆 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他就想要做看看 因此呢 他在自主学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做这个透明语 因此他就会说 什么剂量用的太多 然后这条语就不会透明 我用什么样的设计 染出来的透明语 就会很漂亮 那我看过他那个成品 就让我很惊艳 怎么语可以变成 这么漂亮的一个标本 然后他 他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当他做这些标本的时候 他们家的冰箱 就会有一些什么蛇的尸体 妈妈应该会很伤脑筋 因为家里的冰箱不是冰冰淇淋 然后是冰一条 可能是蛇的尸体 你就会看到那个孩子 就是真的对生物很有兴趣 那我也可以看到 其中有两类型 一个是对文字很有兴趣的孩子 他的成绩也许没有很好 但是他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他的目标是一个学期 他要设定写小说十万个字 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设定 那没有完成 他只有写了八万个字 其实也很多 我记得那个叶诗生老师 是我们的教练 他对于这个孩子 也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在做报告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呈现他这个自主学习的历程档案 那我们就从这个孩子指导开始 然后最后找到东中的一个 学习历程的一个呈现的model 从这个也慢慢的发展出 东中的一个样态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台东地区 孩子乐舞的表现很厉害 所以我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学生 他设定自己要创作自创曲 两首三首 或者是说我要创作两首电子乐 像这样的我也看到让我很惊艳 而且在成果发表的时候 他真的就演奏他自己的创作曲 那今年呢 有一个也让我快要从椅子摔下来了 有几个孩子是设定说 他要研究的是网路的那个 虚拟货币 比特币 然后我就说 哇你怎么会去想要 关心这种网路的虚拟货币 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 他自己怎么设定他的学习的目标 然后他自己也进场去try 所以这些我就会看到 当你愿没给他设限 但是你有一个 让他学习的一个基本的模组之后 适度的弹性 其实你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不可能 对其实有一些学校的自主学习 真的没有给孩子这么大的空间 我有时候听到学生 或者是有些老师在抱怨说 我的学生想学这个我觉得很好 可是学校就说不准 那听起来其实没有 像我认为孩子想学的都是好的 但我的意思是说 当他有好奇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其实打断他 可能就会让他觉得 反正我都不要讲好了 反正你们也不会同意我 所以怎么样开启孩子的学习 可能远比于 远比你认不认同他要学的那个东西 其实来得更重要 因为当开始学习的时候 他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 他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下一个就要谈到的是 大家在这几年一直很关心的事情 就是108课纲之后 尤其是今年 其实我们的第一届孩子已经上了大学了 那在推动的过程中 常常就会听到有人去担心啊 这样的变革对偏向不利 所以其实校长大概参加了各大会议 就是各种会议需要偏向代表 校长就来了 那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变革呢 这样的变革到底跟偏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以东中来讲也许相较于北部跟西部 隔了一个中央山脉 它的确是有它的在地位置的偏僻性 这是真的是不在话下 但是我也觉得说在台东这个区域的孩子们 他有他的特殊的那个在地的地域性的特色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以偏向来讲的话 怎么样去营造出自己属地的特殊性 把这些特殊性能够让孩子们展现出来 这个是办一个学校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不会演的其实在台东相较于北部跟西部 的确是我们的大学也就是台东大学 你真的要去做学术性的连结 或者是说刺激性的多样性 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北部来比啊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活化一些适当的一些工具 所以我们的自主学习比较可以活用的就是资讯数位化 因为只有数位化你才能够让孩子跨越太平洋 跨越中央山脉 而没有这种地域性的差别 那索性现在因为是一个网络的世代 因此很多的知识 你只要愿意 你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 让自己变得更强变得更好 那我觉得关键都在于说学生的素质跟他自己的能动力 跟意愿跟那个动机是最重要的 因此如果说以我们台东来讲的话 怎么样让我的孩子更有自信 更有那个学的动力 这件事情反而是我在台东地区最重要的关键 那也许地域是偏僻的 但是我觉得要能够能动他们 也不是只有这个地域性的差别 所以其实应该说有没有变革 关键还是在我们做什么事 因为你就算在台北 你不去看展览就不去看展览 你不去使用这些公共的一些设施 其实你就算住在旁边对我们也没用 就好像我有些朋友 他明明住在某个shopping mall旁边 他说他从来都不去逛 所以我想那是一样的道理 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先启动孩子 想要去探索世界 那这时候就像校长讲的 也许他不能常常往某些地方跑 但他透过网路 其实他也可以去接近各种地方 所以其实不是去看 制度对偏向有没有利这件事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改变里头 去创造更多的可能 去启动孩子去尝试这些事情 那接下来就要问的就是说 其实我常常真的这几年在台东 听到蛮多的朋友在说 东中校长很用心啊什么什么 因为其实校长也是东中第一个女校长吧 之前都是男生 所以我觉得对学生也很新奇 女校长的风格还是跟男校长 其实没有完全一样嘛 那整个学校好像相对来说 就变得比较活泼一点 那其实毕竟校长还是有任期的嘛 校长现在是做第二任的第一年开始 您怎么去看那个台东高中未来的发展呢 因为总还是可以许愿嘛 以目前你已经看到的那些可能 跟孩子的多样的可能 你怎么去看东中跟这一群孩子的未来 还能往哪里去发展呢 其实我如果在下一个四年 我很想做的就是孩子们的自我领导的能力 要被自我驱动起来 我真的觉得一个最大的改变的可能性的内涵 就在那个自我驱动力 那个自我驱动力一旦被引发引动了 它就没有地狱之隔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给他们适度的一些资源跟刺激 我举例啊 像我今年 我很像伯乐那样子 去看我每一个孩子 我记得我今年有开口邀请一个孩子 他是高一的 他叫吴忧 我就说吴忧 因为我自己又参加中演院的一些相关的会议 刚好又有一个叫人文社会科学营 我就说吴忧赶快去报名 那报名完之后呢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受用 因为他跟来自全国就是很厉害的同学一起 那他也拿到了这个进阶的门票了 我在观察这个孩子 就是说他本来素质很好 然后又接受这些刺激 启动他自己想要让自己更好的那个能动力 他今年的二年级又参加我的学校的班联会主席的一个选举 你知道这一次我们总共提高了三倍的投票率 然后有两组人马 这我来四年我都没有看到两组人马PK的那么严重 那我很乐意看到这种情形 因为我看到两组都很优秀的学生 他们都很想要在东中成为班联会的主席 做一些事情 然后练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民主的一个孩子 那回应到我刚才讲的 我如果看到我的孩子 如果自己的身上都愿意驱动自我驱动的能力 这样的情形能够更普及的话 这是我最想要许愿的东西 而不说你一定要考上哪里哪里哪里 而是当你这种东西一旦自我驱动起来了 未来你不管做任何事情 我觉得都会很棒 嗯 就是偏向远不远 有时候不是别人要不要帮助你 是你自己要不要去向外扩展跟接触 所以像可能第一任的四年送给学生的礼物 是让他能够接近这个世界 所以你从阅读 从表达自己 让他自己可以跟外界沟通 可以呈现自己 我想下一步就是 那这些孩子可不可以更多的主体性出来了 能动性出来了 那当这样的东西留在学校成为课程 而且一直延续下去 至少我们送给孩子一个礼物 就是他不用等待别人给他什么 跟给他机会 他其实就可以去展现自己 甚至能够去领导自己的未来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看到问题的本质跟根本的解法 其实不在别人对我们做什么 而是我们自己愿意为我们自己做什么 我想这可能才是偏向最重要 就是不要一直说 来你要给我孩子特别的 你要不要对我孩子做什么 而是我们先让我们的孩子成为那个 向别人证明 或者是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我就是可以为我自己做什么事情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那当然最后就要请校长跟我们谈一下 就你自己这个偏向的经验 你认为政府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政策 或区域或民间人士 应该要怎么样来支持 所谓的偏向教育的发展呢 我觉得在这一块如果是大环境的话 应该要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刺激跟连结 虽然我刚才有提到很多 还是最根本的是自己的那个能动力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 以我们台东来讲的话 这个连结跟刺激 我觉得还是政府可以提供给我们的 比如说我举的自主学习好了 还好我们有一个专案计划 它让我有一些经费 那那个经费呢 我就可以广邀很多的大学 在我自主学习的成果发表的时候 请他们用线上的方式 来听我孩子的发表 给他们一些回馈 那这件事情 我们在今年六月有做 那我觉得效果也很好 因为有教授来听我的报告 感觉起来就更正式 所以我的学生其实 就是说我有看到他们 因为好像有外人来 所以在准备上面 在丰富上面 在表达上面 他们会更加的谨慎 甚至我的老师们也会 请他们要认真哦 不可以不好意思哦 就是要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要拿出来 因此呢 我觉得这个刺激跟连结 跟外部的资源 在某一些课程的时间点 能够进来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就想我自诩是 我是博乐 所以有时候 其他大学会请我 推荐老师或是学生 像今年我也在特殊选才之后 推荐了两位孩子 到东华大学去做分享 一开始他们可能 在做的简报上面 会有出入 我有帮忙调整 然后他们自己会觉得 我今天是要 对东华大学的所有教授们 要介绍我自己的背审资料 他们也很认真地去看待他 所以那样的展能呢 经过了之后我才发现 对孩子来讲是一种鼓励 我的被审资料 可以让别人看到 甚至呢 深受肯定的这件事情 这个连结 这个刺激 这个肯定 对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来讲的话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委员问我说 怎么样提供更棒的 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刺激跟连结 像透过这种计划 或者是这些外部的 不管其他的场域 教育的场域也好 都会是对东部的孩子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我想就是持续的关心 持续的参与 然后给予真实的连结 还有提供孩子舞台 让孩子知道 其实很棒的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好像我们常听的 不是把东西给我们就好了 也不是偶尔才来一次 然后人就不见了 因为这种我们就变成在接待你 我们很累 我们要的是很真切的成为 跟我们一起努力的伙伴 然后有更多实质的连结 跟我们一起来 给我们孩子更大的世界 我想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所以过多的期待或要求 或者是KPI 其实有时候对偏向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们人力其实是很少的 应该去聆听 他们实际上的需要是什么 那在资源跟人力相对缺乏的地方 一定要给的是真正需要的东西 那我想今天大家很开心 听了校长 听了非常多的事情 也让大家可以对于台东的教育 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因为大家自己可能有很多刻板的想象 谢谢梅瑶校长这么丰富的分享 也谢谢校长跟老师们 对于学生的付出 那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对我们高中现场的教育 包含偏向教育有更多的支持跟关心 谢谢校长 谢谢梅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上脸书 加入教育不一样的粉丝团 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疑问 或想交流的感想 都可以上脸书 私讯留言 我会安排回复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好家庭联播网 台北Bravo FM91.3 台中古典音乐台 FM97.7 感谢国立台东高中 蔡美瑶校长 今天的受访 我是兰瑞 教育不一样 我们周六上午八点见